今天的这个蛋糕真的是预约好久好久了 他每次找我都不凑巧 不过还好不是生日吃 只是纯粹的说想吃我做的蛋糕 抵托消毒的话是在抹奶油之前的一副 准备工作做好了 我们就开始做蛋糕了 今天因为要做个稍微复古一点 所以蛋糕配要厚一点 答应了做完蛋糕去接个个放学 扎一笔玉米汁带过去 拿个玉米 先把这个玉米泥给剥出来 这个是我一直在用的大鱼云木豆浆机 它有七大菜单功能可以满足一家人正常所需 平时打豆浆也特别方便 而且还有两种豆浆口感模式 清淡和浓郁可以选 喜欢清淡一点的豆浆可以选择快手豆浆模式 20分钟就可以了 主要是免泡豆 而且还不用过滤 还有预约模式 再倒入500毫升的水 盖上盖 点功能选择玉米汁 这个打出来真的好细腻 完全不用过滤 自动清洗功能 等待一分钟就可以清洗得很干净 特别方便 再继续做蛋糕去 今天尽量给它抹得直一点 你不先给它挤上一圈花边 终于弄好了 插上了小蜡 先去救我儿子 然后再去送蛋糕 好了 先拉去冷藏 不必买的健康啊对吧 刚才在路上他给我发信息 他今天临时出差了 然后蛋糕让我就送给我们小区的小朋友吃 因为他钱已经提前给我转了 但是我想一下 我等会还是把钱退给他吧 现在回家啊 等下我们跟小朋友一起分享吃好不好 等着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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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蛋糕 我的蛋糕 你来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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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拿去吃啊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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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